这是本土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主持人金安德森全程跪地30分钟 他为何要对一个中国人下跪 请好数 终于要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如果要用拯救最后生命 来分量一名科学家的伟大程度 那么毫无疑问 图悠悠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他研究的样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 BBC把他与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 图林 一同路线 二十世纪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大家好 我是花 这期视频就让我跟大家一起走进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图悠悠 1965年 越南战场上最恐怖的 不是敌人的子弹 而是一只携带着虐原虫的蚊子 人被蚊虫叮咬 感染上虐原虫就会染上虐疾 发烧 头痛 呕吐是常见的症状 严重的会癫痫 昏迷 甚至死亡 一时间因感染虐疾的伤亡人数 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战争 当时有三四之一的越南士兵都感染了虐疾 一旦感染 就基本丧失了行动能力 更不要说行军打仗了 美军当时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十二万美军感染了这种虐疾 五万多人因此丧命 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双方除了打仗 还得要绞尽脑汁对付虐疾 美国人有钱有科技 赶紧找要来缓解 可是越南人穷啊 没有钱没有资源怎么办呢 为此越南向中国求助 希望中国是一元首 能够开发出对抗虐疾的特效药 1967年5月25日 中国秘密开启了一个超级项目 代号523 这个项目有五百多位科研家参与 他们分散在六十多个单位里 悄悄地做着实验 要知道那个时期的中国 正处于特殊时期 能搞这么大的科研项目 多么的不容易 1969年 北京中医药研究所 接下了523项目 在所里工作两年半的图悠悠 也因为专业对口 被正式任命为项目的负责人 而此时 她却在面临着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她的老公因为曾经在苏联留学过 被送去了云南一个偏远的地方 跟她相隔千里 而她的两个女儿 那时候都还是小不点 需要她的照顾 可是图悠悠没有办法 只能把他们寄养在老家的父母那里 然后一个人 扑在实验室里 就这样忙了整整三年 每天都在跟市馆和显微机打交道 几乎跟家人没有联系 有一次 她终于有机会回家看望自己的女儿 结果发现 他们都不认识她了 大女儿冷冷地看着她 不叫一声妈妈 小女儿更惨 一见到她 就躲到姥姥姥爷身后去 图悠悠当时心都碎了 但是她没有哭 也没有退缩 多年后 当记者问起这档往事时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祖国需要我 我义无反顾 心里只有如何完成任务 月吉是世界上三大传染疾病之一 在人的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的死亡和灾难 这种疾病 恍若九天神魔在人体内大量破坏免疫系统和红细胞 导致患者短时间内经济极寒和高烧 两种冰火地狱端的折磨 并在十几天后迅速死亡 在清哈素问世前 全球每年有一两百万人 因为虐疾而死亡 还有人猜测 古罗马就是因为虐疾而灭亡的 当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找灭虐的神药 但不是一无所获 就是搞出来的药太贵了 效果不佳 无法量产 老百姓买不起 屠悠悠不甘心 他觉得中医里肯定有解决办法 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团队开始翻阅古籍 走访民医 把一张张发黄的纸片研究得透透彻彻 从各种民医古籍中收集了两千多个方子 从中又筛选了640个来做实验 可是一个都没有用 屠悠悠快要崩溃了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 就在这时候 他在一本叫《走后被疾方》的书中看到一个方子 清蒿一握 以水二三次 搅取汁 禁服汁 翻译一下 就是把清蒿捣碎了 加水泡汁喝 屠悠悠眼前一亮 这跟用水煎中药不一样 难道清蒿不能高温吗 于是他马上回到实验室 用以泥带起水来提取清蒿素 屠悠悠小心翼翼的做了上百次实验 可是结果都失败了 他的团队有人开始动摇 觉得这个方子可能是个死胡同 但是屠悠悠却认定了这个方法一定有效 他就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 他带着他的团队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 继续坚持做了实验 1971年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 屠悠悠和他的团队终于发现 对涅原虫 逆之力达到百分之百的清蒿提取物 并在四年提炼出 对涅有效成分清蒿素 实验室里欢声雷动 但他却没有一丝笑容 只是凝视着实验报告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 这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清蒿素虽然在小白鼠身上表现出色 但谁知道 他对人体有没有副作用呢 要想证明他的安全性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人体实验 而且虐脊这种传染病是有季节性的 如果错过临床实验观察季节 那就还得等上一年 为此 屠悠悠主动申请试药 我是组长 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屠悠悠已经等不及了 时间紧迫 他和组员们一起住进东直门医院开始试药 最终结果证明清蒿素对人体无害 经过后续的改进 清蒿素终于问世了 1999年 世卫组织将清蒿素列入基本药物名单 开始在全球范围推广 20多年来 清蒿素也成了抗粤治疗的标准药物 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的粤籍患者 2015年10月 因听力不好 屠悠悠错过了自己获得诺奖消息的电话 却在电视上看到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授予给开发抵御致死性 寄生虫病疗法的三位科学家 中国科学家屠悠悠然在列 屠悠悠成了中国首位 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 中国本土科学家 悠悠露名 实业之蒿 我有嘉宾 得因孔招 这是诗经小雅中的家具 也是屠悠悠的父亲 屠连归 为女儿取云的灵感来源 也许正是因为蒿 这个有缘的名字 让屠悠悠在研究古代药方时 对蒿多留了一个心眼 从而做出这么今世的发现吧 我是花 如果你也认可 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 请在评论区打出他的名字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